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接下來未來的新內閣會是 什麼樣的一個佈局呢 准內閣呢 在今天公佈了第三波的名單 原本被外界看好呢 要接任隔魁的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接下來會有工作嗎 520之後會不會失業呢 今天跟陳建仁去視察 但是大家呢 媒體是這樣看啦 覺得他好像有一點愁容滿面 陪同去視察的時候 看到的是鄭文燦 他未來是不是沒有辦法入閣呢 再加上剛講到的這個案子 干預了建國啤酒廠的用地變更 面對記者的提話呢 大家就問啦 請問你會留任嗎之類的 鄭文燦出席活動啊 一句話都沒說 那也曾經擔任過行政院副院長的 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說鄭文燦的精力完整 人員很好 未來一定有可以大展長才的地方 副院長內閣人士會不會覺得委屈 有沒有介入建國啤酒廠土地案 鄭文燦副院長是在不管在精力 或者是在他的表現 還有他的好人員 在黨內都受到非常大的肯定 那我相信未來一定有他可以表現 或者是就用他長才的一個地方 第三波人事案已經公佈了 那現在包含了大家比較關注的 像是經濟部長啦 郭志輝 以及數位部長是黃雁南 那再來就是經管會主委 彭金榮 以及工程會主委陳經德 裡面有一些人物呢 其實是算是比較有爭議的 譬如說陳經德 他遭到監察院的彈劾 他又有讀懂的身份 但卓榮太馬上跳出來還家說 這是申戒啦 是九項陳楚中最輕微的 不影響續任的公職 但是目前呢 郭志輝經濟部長 他一上任必須要來面對 就是非常非常現實的問題了 台灣的五缺問題 換了個人能解嗎 針對缺電的議題呢 他說會請教相關的朋友學者 上任之後再報告 郭志輝據說他是身價上百億的喔 好 再來呢 有關於其他的人事內閣的佈局 包含了唐鳳掰了數發部嗎 王美花掰了經濟部 他告訴大家 現在最重要就是做好經濟部 每天的工作啦 但是呢 財經內閣啊 其實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五缺嘛 缺什麼呢 缺水 缺電 缺工 缺地 還有缺人 還缺的是人才呢 所以波及黃陽明啊 他就發文啊 他說新內閣的這個 去留備受關注的唐鳳呢 說速發隊啊 150人浩浩蕩蕩的搭著澎湖輪 抵達了澎湖 召開了5G浪潮 智慧島嶼的活動 宣傳5G的政績 結果呢 澎湖縣府一帶 還是沒有5G的訊號 讓縣府機關人員當場求著說 根本是來畢業旅行 那麼現在呢 對於在經濟的部分 台灣現在最缺的 最要衝的當然經濟 所以呢 桑總 現在就說了 產業界要關注的是 兩岸經貿 全球經貿 有沒有可以突破 所以新內閣 必須要落實的是 賴得務實創新 那就必須要正視 過去的問題 必須要具體回應 產業界的期待 才不會淪為空談 好 那至於薛瑞源呢 衛福部長的部分呢 那今天的名單裡面還沒有 但是他說啊 人家如果不要我做了 我又能怎樣呢 所以到底會不會留任呢 因為畢竟我們還有健保題 還沒解 那包含了 布局這個選新北市長的部分 很多人都開始被點名了 潘夢安啦 前立委 卓太元啦 好 現在有很多的人物 大家都在看 誰上誰下 馬上的時間 距離520就剩下一點點的時間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至於我剛剛講到的幾位 比較有爭議的 包含陳經德 包含郭知輝啦 那接下來 接任新內閣之後 第一大挑戰是什麼 我們來聽一下專家點評 陳經德主委過去 確實有過監察院的彈劾 但經過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的懲處決定 他是受到申戒的處分 申戒是在九項太陽當中最輕微的一項 也不影響他續任任何公職的權利 那麼至於說他擔任獨董的問題 要身為政府的議員 要身為閣員之一 他必須要在法定的時間之前 要完成一些在民間企業的參與跟連結 那我認為這一點是法律所定 也是團隊的約束 他當然會照這個約定來執行 陳經德主委 不好意思 你怎麼看你面對這些爭議 申戒只是小事嗎 你怎麼看藍營拼命是門神 事處發布的棠鳳沒有被留任 因為之前黨內對他有一些批評 然後好像也是他對房價這部分的工作 有一些不足 那這部分可不可以講一下 謝謝 好 非常謝謝您的提問 內閣團隊本來就是一個整體的 對人民的承諾跟付出 所以我們分階段在向國人同胞介紹的時候 當然不能一次就看到全貌 但是我是希望耐心跟等待也是一種美麗 我們繼續等待美麗 那內閣尤其是政府 當然是一棒接一棒不可停歇的 但我們覺得這個階段到下個階段 需要什麼樣的傑出優秀人才為國家服務 我們就會去尋找 但是也一方面非常感謝肯定過去多年來 為政府為內閣為人民 貢獻服務的所有的團團成員們 我們都對他表示非常的敬意跟感謝 那新的團隊會在這個基礎上持續的前進 那其實大家很關鍵的就是在於國安人士的佈局的部分 外傳吳釗縣呢將會回任國安會秘書長 那顧立雄會接國防部長 但兩個人都沒有證實 國防專家是判斷 若台海選入戰爭 最適合調停的國家就是新加坡 總統蔡英文視察憲兵兼實營區一旁陪同的 除了即將卸任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還有外傳會接手房長一職的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顧立雄直接轉頭走人 反倒是邱國正微微笑揮揮手 彷彿告訴大家一切準備就緒 賴清德內閣改組啟動 就連國安會秘書長之後的人選 似乎也都已經溅在線上 應該是以政治公告為主 我個人只要在任何的職位上面 必須要努力工作到最後一天 賴清德的國安部局 秀出菜歸賴隨的味道 但臺海緊張氛圍持續升溫 民間組織針對區域安全進行並退 除了希望找出不用戰爭的機率 以及避戰的方法 更得出結論兩岸一旦開戰 這個國家最適合介入調停 就是我們曾經協助兩岸辦過孤王會談 還有第一次馬協會的新加坡 為什麼會排除美國 我是有會先認定選入在這裡面的其中一方 所以不適合作為調停者嗎 民推並不是找到唯一解套方案 那只是看看有沒有找到一個可行方案 但是成本代價能承擔 美國自己又來撤僑 適不適合在第一時間先介入來協調 我們想下次民推啊 我們可以納入討論 如何跟世界交朋友 正逢520新政府上任 外交部也透露 此次來台祝賀的友好國家十分踴躍 反而擔心是我們的服務能量不足 從海外來的這個團數 應該是超過40團 那可能人數還不到800 大概400多500左右 非常的踴躍 所以我們外交部還要從其他的單位 甚至是從海外調回 那個可以支援的人力 從國防外交 民眾期待台海和平 更希望台灣能走出世界 就看新政府如何帶領新團隊 開創新局 接著 潛艦國造專案的召集人 就是國安會的諮詢委員黃曙光 疑似長期被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批判說是貪污犯 他怒告吳子佳誹謗 酬長兩百萬 那現在還辭去了原本的職務 說要捍衛自己的清白 我大概一兩個禮拜前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這是他工作上的選擇 而且剛好也是政黨輪替嘛 我覺得這個是他工作上負責人的態度啦 本來就應該跟著這個工作完成階段性任務的話 因為他年紀也到了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每個人的生涯規劃嘛 接下來他還會有下一步的規劃嗎 那尊重他自己的選擇 我不知道我只是因為在家裡 因為媽媽那時候住院的時候 他有告訴我們 所以委員這個會期可能會跟哥哥在這個 立法院遇到的狀況可能會越來越難了對不對 他好像沒有到立法院備訓的資格吧 因為他也不是部會手掌 所以未來也可能沒有接下任何的部會手掌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家裡不談公事 主要就是照顧媽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何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保養